在祖国的西南 有一块被同一条大河所滋养的土地 他们躲过了第四季冰川的劫难 成了很多罗子被子植物的避难所 这就是云南西部的蓝沧江流域 山是这里的骨架 绿是这里的主色 多样的生物千百年来 就在这大山里 这绿色的围杖里悄悄地繁衍着 这是一棵生长在西爽版纳州蒙海县巴达大黑山的古茶树 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风雨雷电 残破的身躯倔强地站立着 似乎就是要向人们证明 这块土地是茶树的原产地 野生茶树呢 和我们云南的古代仙明 发生际遇 就发生这个相遇了 际遇了 现在茶树界呢 一般就认为是古仆人 古仆人呢 现在知道的就说 是瓦族布朗族和德朗族的仙明 当然 仆 古仆人 这个仆 古仆人和乐人 古仆人经常是交错而居的 所以古仆人 我们还不仅仅限制于三个民族的仙明 他应该是还有更多民族的仙明 同时存在的 那么和这个仁茶相遇以后呢 就是仁和野生茶树 它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野生茶树的环境 这个茶环境呢 就给这个仁的这个利用 栽培 驯化这个茶树呢 提供了条件 所以呢 那这个我们云南人呢 把这个野生茶树 就 就 驯化 驯化成了这个 栽培性的这个茶树 唐代 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原文化 云南仍处在地鼻一杂 礼仪不通的落后状态 这制约了云南种茶叶的发展 当时人樊措 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写道 查出银生承借珠山 散收 无彩造法 蒙舍蛮 以娇 江 贵 和烹而引之 这里 蒙舍蛮是当时云南的统治民族 而银生则是南兆王所立节度史之一 其城在金颠西景东 统霞的地域广阔 包括现在的元江县 镇元县 景东县 兰仓县 以及西双版纳州等地 明代对普尔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时代 万绿年间 那个在云南做官的福建常略人谢兆哲 在他所著的丁律中写道 事述所用 接普查 稍后的天启年间 昆明人刘文征在《丁治》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车里之普尔山 骑山产茶 由于当时普尔府还没有成立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普尔茶就是以这座产茶的山而命名的 这就是当年的普尔山 尽管由于战争的原因 从清代开始 这里已经不产茶 但这山上自然形成的大大的茶字 似乎昭示着不远的将来 这里又会变回名时相符的茶的世界 当年作为辅制边地中心的普尔 曾经相当繁华 那时 内地各省各地区的商人都来沿途设店 普尔由于是政治经济中心 更是商铺伶俐 会馆众多 这是当年的江西会馆 从建筑的精致 气派 可以看出当年江西客商的实力 清初 厄尔泰实行该土归流 蓝沧江内的六大茶山 变成新成立的普尔府直接管理的地方 六大茶山之名 从此大震 乾隆五十四年 车里宣卫斯开始向内地招商 允许汉人进入六大茶山经营茶叶 这对于六大茶山的发展 是极大的推动 渐渐的 六大茶山政治经济中心 从优乐 乙邦 转到了义武 大量石瓶 红河客商进入义武 既带来新的技术 加速流通 也使这里成为茶种 茶苗的育种基地 红河 闻山 甚至越南北部的茶种 茶苗 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古街上 青石板已没有了当年 入山作茶者书十万人时 马踏人川的喧闹 当年的茶庄 有些已被大火烧尽 剩下的警馆还有人居住 但却是说不尽的沧桑 当年的石瓶会馆 已变成小学校 从里面传出的朗朗书生 为这个仍用传统手工制茶的山香 带来些许书香 这里是当年的正月县政府 这样小的一个小院 与其说是官府衙门 倒不如说 更像一个私人民居 这里是有名的车顺号的老宅 那块传家之宝 瑞贡天朝大便 被家庭的其他后人 抬到了景洪 这里只有用照片 昭示家族昔日的荣耀 茶农正寺是车顺号的女婿 她有点文化 她写的茶诗 被她印在自己的包装上 在她的茶窗 或者说她的家里 我们完整地拍摄了 传统的土耳茶制作工艺 传统土耳茶的制作工序包括 鲜叶采摘 锅炒杀青 揉绵 日晒干燥 分减 压制成型 包装 干燥 装蓝 一 分减 在成型前需将茶叶筛选分级 二 撑茶 传统七子饼茶以357克为基准 将茶叶撑完后放入蒸桶 加上撒面茶后 再放入大蒸锅蒸软 撒面和里茶的比例和品质 会影响以后茶叶的口感 三 蒸茶 茶叶不宜蒸酒 传统蒸法为40秒至50秒 蒸太久 茶叶会熟化 变黄 蒸茶用水 最好使用泉水 四 揉茶 揉茶是制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揉茶要讲究技术及技巧 压制出来的饼形才大小一致 圆度平均 在揉茶时 七子饼茶的反面的凹洞 需要扣到茶面几乎相通 这样比较容易透气 不易发霉 五 鸭制 民间制茶基本还是以鸭茶时鸭制 鸭茶师傅在采鸭时 脚踩的功夫及技巧很讲究 压制速度应均匀 否则茶饼会呈现一边厚一边薄的情形 六 摊凉 茶叶压制成型后 需放置木架上摊凉 待茶饼完全冷却后 才能将揉茶巾解开 如提早解开揉茶巾 茶饼容易松散 尤其是边缘的部分 七 银杆 茶饼解开后 就放在木架上银杆 八 包装 七子饼茶干燥后 便可以进行包装 包装的材料是当地的黄煮笋叶 九 装箱 接下来进行装箱 传统装箱是用竹片编织而成 竹篮内装上十二桶茶 称为一篮或一支 与六大茶山相比 同为车里吐司领地的蒙海 尽管拥有南诺山古茶山 班章 巴达 蒙宋等大茶山 以及附近的井脉古茶山 但因为仍有吐司管理 开放城都和外界的知名度 较六大茶山小得多 那些由土著居民采下的茶青 经由当时的茶马道部分运到丝毛 加工后 再由马帮 牛帮 背夫 背夫 拖运到普尔 再转运进藏区 以及其他和普尔茶的地区 今天九十四国的日清币的功率 才是有大陆 马帮 马帮 就是 从四毛来嘛 怎么就来这里吃 只要是黑人一颗铺 这个从铺来 也来这里吃 就只有一颗四毛 就是 这颗铺 这颗铺 都炒过来 这颗铺 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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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铺 是 这颗铺 看上次是美国支援中 回来跑当鞋 那我们美国支援 这光是女人 新旧社会的女人 中建议设施的 这里曾经是当年最繁华的马店 有三栋楼房 楼下住马和人 楼上放马料和草 这位老人是当年马店的少东主 他经营着纳克里镇最大的马店 从老人那里 我们听到了很多当年马帮的传奇故事 一个马的马肚子驮的一百 能驮一百多斤 十斤可以 十斤一百多斤 那就是宣威那个背腹也背这么多 一会背那么多 那牛有没有呢 牛是有 牛就是来就是父亲的了 很不严的了 死猫哭了 猫河 这种人就干多了 除了马帮外 当时查马道上还有牛帮 宣威男背夫 石瓶女背夫 这些石瓶遗族少女叫三道红 因为他们头上扎着三道红红的头绳 为了正点嫁妆 他们唱着海菜枪走上通往私谱的道路 过了大江又爬山 西头路上好风光 处处都比家乡好 找的银子做嫁妆 1910年 门海开设了第一家茶庄 随后 由于经缅甸转口和缅甸 到印度 到西藏的火车 轮船 马帮连运茶路的开拓 门海取代了斯茅 普尔 成了最重要的茶叶生产和集散地 与此同时 下官永昌祥创制出铕茶 和茂衡等茶庄一起 占领内销和部分葬销市场 以双江猛酷为中心生产的猛酷茶 因其优异的口感 高脂多糖含量 一均铺起 成了铕茶拼配的精华 内销最受欢迎的茶 内销茶贵心 乔销茶则讲究越沉越香 在以猛酷茶 凤山茶和景谷茶为原料的铕茶的挤压下 六大茶山 门海等地的茶品 更多的走沉茶路线 讲究夜色金黄而厚 水味红浓而芳香 主要生产桥销原茶和葬销锦茶 这也许就是我们在港台现存的老茶中看到的都是传统的私谱须茶品 而无法找到当年猛酷茶的原因 那时还没有卧堆技术 水味红浓是如何形成的呢 没有时空机器 我们也无法回到从前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个人回忆和零星资料推测当年的制成 采茶的季节到了 大家都到山上采茶去了 青采的茶往往不能及时杀青 边缘已经红了 等到杀完青又要装框 运到制茶的作坊 为了防止击碎后等级降低 必须在茅肠上撒一点水 茶叶装紧后 还要用木仙穿几个洞 以利于干燥 这两个步骤使得茶叶还没有压制 就有一些发酵了 1940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为支援抗战 在中茶公司云南办事处佛海分社倡议下 佛海茶商开展了葬销警察联合运销活动 也在同一年 云南省思浦企业局的南诺山制茶厂 和云南中茶公司的佛海实验茶厂 几乎同时在茶庄林立的佛海建成 这就是当年思浦企业局白梦渝厂长所建的 南诺山茶厂 茶厂解放后并入蒙海茶厂 在经过56年的生产后 1996年 也就是蒙海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挂牌的那一年 它停止生产 这一栋楼的主体砖石还是白梦渝时代的 房顶换过 空荡荡的厂房只有一些废弃的尾雕槽 这个搁置的厂区像一座纪念碑一样 承载了几代人实业救国之梦和众多年轻人的青春与奋斗 在茶山上 孤傲地站立着 80年代 富裕起来的台湾人开始从饮茶中寻找健康和精神 茶艺开始流行 与此同时 他们从香港同胞那里发现了一种更有精神内涵 更细腻 更有品味 更易把玩的茶品 那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普尔老茶 成了意识之宠 如于当时两岸进出口的一些限制 资讯不畅 台湾人硬是在缺少资料的条件下 手持放大镜 自创了一套很可爱的普尔茶外观符号分析 考虚系统 从有限的历史 茶叶包装 茶票 饼行 备锅 等不起眼的地方 鉴定普尔茶 使得普尔茶内涵空前拓展 时间 空间 历史 现实 都有了质感 有了重量 可以在一碗茶汤中得到融合和咀嚼 在之前 茶都只是在一个饮食文化中的一个配角 那么在台湾 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 台湾所发展出来的 是把茶当作主角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形态 80年代末期 80年代末期的时候 那么台湾茶人就开始 就发现说普尔茶喝到普尔茶 就发现这个茶真的很特别 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验 那么不但是这样 而且他们发现到这种茶 其实是在以他们的品 在以他们的品茶标准来看的时候 是算是非常非常好的茶 他们就很好奇 那么就开始去追溯这个茶的来源 那么他发现说这些茶其实是放在香港的茶楼 茶楼里面 于是在大概80年代末期的时候 香港的茶楼就开始有一批一批的普尔茶就出来 所以台湾就在这样因缘忌讳下 收到了不少好的普尔茶 就是比较老的普尔茶 那么所以说在台湾 普尔茶就逐渐形成一种热潮 那么大概到了95年左右 这个热潮逐渐走走走走走到一个高空阶段 那么所以说在95年的时候 其实在云南这边 对于普尔茶的认识好像还不是那么样子的热衷 那这时候其实已经有不少台湾 从台湾 从台湾就陆陆续去 已经有不少茶人过来到云南这边 开始去追说 这样子的茶叶到底当初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怎么能够摆了几十年之后 茶能够变得这么样的一种 一种我们说喝下去一种 能够有这么好的一种品 一种风格品味出来 与此同时 普尔茶的保健功能在法国 日本中国大陆被发掘 那些追求健康的人们 也加入喝普尔茶的行列 1973年 云南几大茶厂在参照云南传统锦茶潮水发酵和广东窝堆发酵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着自己的熟茶生产新工艺 使过去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的 汤色红浓水味顺滑的品质要求快速实现 历史在前进 进入二十一世纪 普尔茶文化在全中国发展前传过 从传统普尔茶生产工艺发展演变而来的现代普尔茶生产新工艺引入了更多的新技术新方法 使普尔茶加工更加科学规范 卫生健康 从而使普尔茶加工工艺进入了注重品质 质量和绿色环保的新时期 通过对现代普尔茶加工工艺全过程 即从原料加工工艺化学成分品质减平后期成化的综合研究 使普尔茶的科学理念得以树立 这其中以蒙海茶厂下官茶厂为典型代表 涌现了一批像昌泰集团 海湾茶叶公司 六大茶餐公司 猛库荣氏茶叶公司等龙头企业 他们与众多的中小普尔茶企业一起 将云南的普尔茶产业带向一个新的高峰 历史的积淀和时间的沉运将会随着各式普尔茶一起 弥散到更广阔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